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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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每天都能看 星期一好像播得特別多 不過今天不只要看球 還想多聽點,哥哥 沒錯,今天是張國榮 60歲的單身制 今天體育劇 不如說說哥哥和體育吧 好,我知道哥哥最喜歡打羽毛球 經常會跟朋友報龍去球王 對,不過哥哥如果要參加奧運 他一定是一個槍手 因為他在槍王這套戲裡百花百中 但只不過是拍戲 以我對張過榮的認識 我覺得他應該是風帆好手 為什麼? 因為張過榮很喜歡跟不同的風玩遊戲 很大靈 萬事打碑,焦點就不用那麼辛苦 其實說起哥哥張過榮 早幾天,一個唱片好像發行了 外界沒聽過他的歌曲 我自己其中很喜歡聽飛機師的縫意 因為那種年代的味道真的很特別 其實像這些沒聽過的歌 當作是新歌,也挺享受 另外,我之前搬家 也找了一些很久沒見過的東西 但找出來之後,我很喜歡 就是一張照片 當時我生日,應該是三歲左右 我爸爸媽媽坐在旁邊 就是這一張 我未經得爸爸媽媽同意放出來 伯母很年輕 對 因為也很多年前 當時這個時代 應該是…當時只有我一個 因為之後就生了妹妹弟弟 這時候可以說是獨佔爸爸媽媽 應該是獨佔媽媽 對,所以我找了出來之後 我立刻把它放在桌上 真而總之 對,那Angelo呢 其實我最近… 其實我早幾個月都搬了房子 也是有找回小時候的照片 我特別喜歡有一張 就是我們全家在澳洲拍的 對,因為我想那時候… 我們四兄弟姐妹 每個都這麼小 就是這張照片 那也不是… 這是Angelo 對 一看就猜到… 有鞭仔… 有鞭仔,因為我兩個弟弟 有鞭仔,那時候大家都很忙 也有鞭仔,所以很少拍全家福 我這裡也是其中一張 小弟倆都不合照 對,他們小孩只有一年 當時是打羽毛球 對,應該是打完羽毛球 很溫馨 其實我哥哥和兩個弟弟 都很遲打羽毛球 對 阿蛋有沒有找到一些照片 如果你說說一些舊的照片 其實我真的很照顧 我一定是上星期左右 剛剛公司來了一個新同事 其實我不是很新的 剛剛才遇到,就是我的師姐 我以前讀女校,我是打排球 很多人都想知道 我以前排球隊的樣子是怎樣 我就找到一張照片 可以讓大家猜猜誰是我 很想看看 對,是我嗎? 很想一個女生,是不是猜不到 很難猜一點 很難猜一點 我當年…我給大家一些提示 我當年是一名的 剛巧入排球隊,是女校 所以樣子比較小 還有笑容,讓大家說一說 我的笑容是很重大的提示 中一應該是坐在地上的 對 看看,很可愛 笑容頭髮 跟現在很不像 這個? 沒有了,這個就是我們 面子,很纖維 雖然這幅上有點蒙 但看到我仍然笑得四萬 還有,原來我… 人們看到我現在好像很女生 其實我小時候打球 剪得很短的頭髮 對,想像不到你現在的頭髮 是男生頭的樣子 現在看起來也很有趣 因為有時候,例如現在工作也好 在外面見花以前中學的同學 或者師姐、師妹 感覺很窩心 因為以前的花我都看到 對,真的很甜蜜 其實別看我好像很年輕 但我自己也很喜歡聽過 那張國榮的歌 因為從小時候開始… 我姑媽因為很喜歡張國榮 結果她經常在家播放張國榮的歌 所以我真的從小時候開始聽 其實你這樣說,我也想起 我自己不喜歡唱歌 不喜歡唱英文歌 其實應該是因為我媽媽 從小時候讓我聽很多英文歌 我記得她很喜歡Whitney Houston 我投了幾首學的英文歌 都是Whitney Houston的 她是最大的愛 厲害… 如果說我 如果對我最大影響的 又是上一代的偶像 一定是寶珠姐,就是陳寶珠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我媽媽 她超級支持者 就是很喜歡寶珠姐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在後來當年我爸爸 幫寶珠姐做過類似助手的職位 就認識了她 為什麼會在後來呢? 當年我媽媽說她有一串腰 她是很喜歡的,年輕貌美 所以我爸爸和媽媽一起了 之後就有了我 你說這個影響有多大 真的因為有陳寶珠 所以才有了你? 對 才認識到,厲害 馬來龍娜主場輸給艾拉威斯 日比燕 說到Idle這方面 我小時候真的很喜歡… 小時候 我小時候真的很喜歡周杰倫 因為覺得她很有才華 作歌唱歌也很好聽 我小時候也很喜歡周杰倫 我覺得是不同年代,嘉欣 因為橫跨了很多年代 對,我記得中二三的時候 真的很喜歡,很迷她的歌 雖然到後期有些人覺得 她已經乾狼才准 但我仍然很深愛她 不是,因為我要說 我對她的愛 不只是限於她的外表 因為我很早期 因為她在唱龍捲蜂 那是女人的時候 當時的音樂影片 甚至照片都不太能看到 但我欣賞她的歌聲和才華 我想應該沒有太多人 是因為她的外表而喜歡她 對 不是,後期也很有型 還可以,還是差一點 不過我很喜歡聽她現場的直播 覺得很…那種感覺 就是聽著音樂 閉上眼睛 我也聽到心跳架速 對,很有共鳴 如果現在給你看到她的機會 你會否跟她表達一下 你對她的仰慕之情 我想未必,因為我比較含蓄 如果我看到一些很喜歡的歌聲 或明星 我都會在旁邊很安靜 默默地看著她 除非看到她很空閒 我會…可能身邊有人 我會說… 應該不會經常都很大 如果… 你要主動一點 你和我一起 我想問,不如你去幫我問一下 她能否… 叫人幫你拍照 她能否拍照 叫人 不可以 我想我最多會找她拍照留念 但我們應該要改一下這個習慣 你想想,家欣 其實她的太太跟你差不多大 我不想知道 真的,就是知道她差不多大 不過我聽了很多傳聞 就是因為她的太太…聽回來了 就是當時跟她說 我不懂鋼琴 不如你教我吧 我也不懂鋼琴 我也不懂 你也不懂 對,以前如果有機會在演唱會 看到她衝上台跟她說 你可以教我鋼琴嗎 不過演唱會好像不是很合適的時間 應該要私底下 對,大家都是做電視台主持 對 做電視台節目而已 其實我們真的要勇於大膽地說出來 如果不是這些機會 就是屬於我們了 對,就是周太 沒有世威的女單決賽 究竟還是以女單決賽呢? 雖然我經常說世威是坦克車 是外星人 但坦克車和外星人都會輸的 他在四強輸了給卡路蓮娜 帕利斯高娃背向鏡頭的那位 帕利斯高娃決賽的對手 就是二號種子的基霸 有看我堅Sir說網球的 應該不會對帕利斯高娃陌生 剛剛在美網之前拿了冠軍那個 果然現在來爭美網冠軍 可惜第一盤她就輸了3比6 之後帕利斯高娃也追回一盤64 但見到精華直接來到決勝分 也知道贏的是基霸 之前說在美網之前拿冠軍會比較旺 但看來決賽穿紅色衣服應該更旺 帕利斯高娃打出界 基霸激動到墳堤 為什麼基霸這麼激動呢? 因為她除了贏到今年第二個大滿冠軍 也是她拿來第二個大滿冠 更重要的是她終於過世衛 升上世界排名第一 之前世衛已經連續186個星期 佔據世界第一的位置 憑了明叔家父的紀錄 但可惜世衛這次美網四強出局 只是能夠平紀錄不可以破紀錄 基霸不只激動到躺下 還要爬上觀眾席 跟她男朋友來過情深一抱 這樣放閃化,我同時天天會很傷心 慶祝完一輪就到了捧杯時間 第一次拿到美網的獎盃 不知道有什麼感受 不過今年真的不可以小看基霸 今年四大滿冠加奧運五個大賽 基霸有四個都入到決賽 還要贏歐網和美網 可以過到坦克車和外星人的世衛 升到上世界第一 絕對不是僥倖的 基霸,大家要記住她的名字 就是貢獻 做一些照片 將個飛機師 換上風衣 快落似紅黃藍綠 標版挑戰 這首就是哥哥的新歌 很熟悉 我記得張學友也唱過 對,是不是很好聽呢 當你看到天上星星 可會想起我 很好聽 這首是Dinnie姐唱過 不過哥哥的翻唱一樣很好聽 對,是不是很好聽 是不是有這種夢見 好,是有這種夢見 就像是有這種夢見 那是我這個夢見 那是有這種夢見 然後再說 好,我們才能想起他們 那是小夢見 那是甚麼夢見 那是小夢見 那是一種夢見 啊有些夢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